当你来到台湾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处都是繁体字 无论是在地铁上还是在马路上 而且我发现好多词的用法上和大陆 多少是有点区别的 咱们以国家名称来说 咱们叫朝鲜 那里叫北韩 柬埔寨叫高棉 新西兰叫纽西兰 还有大陆上所说的酸奶 好像它那叫优格 Guba叫大麦克 然后是咱们这叫的方便面 它那叫快餐面 大陆上讲的公交车 台湾叫公车 然后自行车 他们那叫脚踏车 还有咱们这讲的幼儿园 它叫幼稚园 打游戏 叫打电动 在电脑方面 我们叫笔记本电脑 他们叫笔电 两个字就概括了 而且在台湾的电视里 我看他们说土石流 实际上就是咱们这的泥石流 还有一些表示心情的词 台湾人叫昏 大陆人叫晕 在台湾 你会感觉到有些词汇和大陆不太一样 我想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可能是很多的 那好,大家一起跟我看一下我所拍的影片 也希望大家多提意见 来到台湾 你会感觉有一些词汇和大陆不一样 但内容很相似 比如地铁叫捷运 已经是众所周知了 但地铁里面的扶手电梯 它标注方向的时候 你会看到遵行方向很有意思 总是会有那么一些词 你能明白它什么意思 但就是和大陆的用词不一样 比如大陆所说的软件 台湾人管它叫软体 当你看到软体的时候 可别以为是软体动物 还有我们说 手机或电脑需要安装什么程序 他们就说城市 那你听到的时候 不要误以为是城市 了解了这个背景 当你在一些台湾旅行攻略或者网站上 看到台铁高铁的字样时 就不会蒙圈了 还有台北车站 它没有叫火车站 但它却是火车高铁地铁 统一在一起的交通枢纽 这种差别确实主要是政治上的分割造成的 但是并不都是我们后来改的 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其实只要仔细看一下例子 就可以归纳其中一大类情况 软件叫软体 64比特叫64位元 IP地址叫IP位置 这些都是计算机的相关术语 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诞生之后的三年 大陆和台湾就隔着一弯浅浅的海峡了 当软件IP这些概念产生并传遍世界时 早已是1949年以后的事了 几十年间大陆台湾各自发展 引入这些词汇的时间不一样 翻译也不一样 这很正常 谁也没有义务必须找对方核对是吧 这是两岸词汇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 即这几十年来的新生事物 两岸翻译不同 另一种主要的情况是 1949年以前就存在的事物 两岸称呼不同 有些可能不排除刻意不同的可能性 但其中还有许多的不同 不是基于我偏要和你不一样 这种简单的思维产生的 比如说国中、国小 相当于大陆的初中和小学 但台湾的国中、国小 是国民中学、国民小学的简称 大陆叫九年义务教育 台湾叫九年国民教育 这其中能看出一些政治纲领和理念上的差别 像搞字在台湾属于比较粗俗的词汇 但在大陆可以用在各种语境下 搞革命工作、搞研究、搞天文物理的 什么都可以搞 这可能与建国初期各级领导人多是工人阶级有关 总之台湾和大陆语言上是有一些差别 但就目前来看 前一种原因造成的可能性越来越多 政治原因直接或间接造成的也有一部分 将来相信会越来越少 喜欢我的频道 请点击上面的订阅 谢谢